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肯压开机压苹果显示和触摸 首先将原来的旧排线拆下来 我们用到烙铁 将猪签切成这个鞋的形状 然后加热 触摸这一边 用猪签让它滑掉 然后加热另一边 这排线就拆下来了 然后我们拆显示排线的时候注意 屏幕这一条IC是很重要的 它怕高温不能经历高温 所以说我们加热的时候 只用前面的一条边接触这个烙铁 将显示排晴天的湿掉 下面清理这个屏幕 我们用到的药水是丙通 用表屏幕擦拭一下后 然后用到这个屏幕 先将比较厚的杂流的胶刮掉 这个背面 要擦干净 排线上焦 现在排线只好也要清理一下 排线上焦 排线只好 用胶将排线的泄露覆盖 然后用烙铁或加热才加热 加热5-10秒钟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对位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排线的最右边有一个缺口 然后液晶屏上面有一个横 把这个缺口对着这个横道的正中间 就可以了 最好位置 绿色弹点击 我要看到每一条线路都已经对正了 然后我们拆下屏幕 显示OK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触摸牌的对位 我们现在用的是万能刀头 压触摸牌的时候 把屏幕放在右边 然后这个压拍机 设计了山路吸气 我们现在点一下吸气右 屏幕就被吸在上面了 将灯光 在这个点都照射 就好位置 取动压拍机 将屏幕移到左侧 好 这样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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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